黄熙帆在8月22号一个内部闭门会议上谈了中美关系目前面临的巨大脱钩危险,我们在整理了他的讲话之后,与网友分享,黄熙帆首先讲了疫情下的世界经济格局,和中国的发展趋势。 2. 然后,警告当局者,美国这次与中国脱钩是认真的。归纳下来实际上已经有了十个方面的脱钩,有点像十面埋伏,现在是十面脱钩。 1. 贸易脱钩不合理做贸易,贸易公司不买你东西,也不卖你东西,这个迹象已经在各个方面呈现出来。 2. 投资脱钩 美国在中国的企业要求撤资,中国去美国投资收购进行各种阻拦,不让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,这是投资上的脱钩。 3. 资本市场脱钩,已经到美国上市的200多个中概股,找各种理由退市,或者说,现在有新的中国企业去美国上市,也阻力重重。最终有可能与极端资本市场脱钩。 4. 金融保险脱钩 美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,不能为中国的企业进行融资贷款,或者做保险业务。 5. 技术脱钩 技术,特别是高科技方面的,他们对华为中兴的措施,已经可以看到这个迹象。 6. 留学生方面脱钩 现在中国在美国有36万留学生,目前也处在比较困难的状态,以后再去美国读书,签证各方面都有很多障碍。 7. 网络脱钩,互联网脱钩 8. SWIFT脱钩一旦脱钩全世界贸易环境、清算环境,以美元为中心的清算环境,如果脱钩会带来贸易清算的困难,这里面也会有很多问题发生。 9. 谈判脱钩国家和国家各种商业性的谈判,贸易性的谈判,经济类的谈判,各种谈判也不谈了,各种各样的协议脱钩。 再进一步就是对中国在海外的各种企业,找理由斗结财产,或者说,实行巨额罚款等等。 10. 外汇、人民币之间挂钩的关系脱钩,比如说,港币和美元挂钩,现在脱钩。 而特朗普在8月22号接受采访的时候,特别提到了,已经准备好与中国全面脱钩,不再做生意,也就是切断贸易往来。 这是非常可怕的信号,最后的时刻,已经到来准备好迎接吧。